嗨大家好我是Chen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道非常有名的定積分 大家不妨按下暫停接思考一下你會怎麼積 我們在上一部萬聖節那部影片 講到這個怪物積分 積出來答案是4分之π平方 我們是用下面這個橫等式證明出上面這個怪物積分的 而它是來自於令u等於π-x證明出來的 因此我們觀察2分之π跟sin之間其實有一個關係 那就是當角度是互餘的時候sin跟cos是可以互換 我們可以考慮這條性質 順帶一提cos之所以叫cos 這個c是for complement complement of sin 所以sin跟cos之間是互餘的關係 接著我們來考慮u代換 令u等於2分之π-x du就是負地x 那再來調整上下線 當x等於2分之π u就是2分之π-2分之π也就是0 那當x等於0u等於2分之π-0就是2分之π 再把這些東西代入原積分式 所以u從2分之π到u等於0 long sign 然後5分之 Chuck也要記得uka 這邊是 dummy variable 亞變數 同個積分結構只是改變變數而已 其積分結果是一樣的 就把 u 換成 x 我們就可以得到 g 0 2 pi long sine x dx 等於 g 0 2 pi long cosine x dx 接著我們令 i 等於 g 0 2 pi long sine x dx 那這同時也等於剛剛所證出來的 g 0 2 pi long cosine x dx 再來我特意把 i 跟 i 加在一起 也就是我把 long sine 的積分跟 long cosine 的積分 加在一起 那這樣子 long 相加 我就可以寫成 long 裡面相乘 所以 sine x 乘以 cosine x 這是根據對數率 那這時候 sine 乘以 cosine 我再根據三角函數的公式 換成 1 2 的 sine 二倍角 那這時候 1 2 跟 sine 2x 也是一個相乘的關係 我就把它拆開來 變成 long 二分之一 加 long sine 2x 的積分 而後面這一個積分 我們來研究一下 這裡是 sine 2x 所以我們令 w 等於 2x 那 dw 等於 2 dx 那原積分是 就會變成 g 0到 pi 那 long sine 2x 換成 w 那 dx 換成 1 2 dw 所以 1 2 提出來 裡面就變成 g 0到 pi 是 long sine 2dw 而這邊的 w 也可以看成 dummy variable 所以我把 w 換成 x 因此 這個積分是不是跟原本題目非常的像呢 只是上限 現在變成 pi了 但背積函數都是 long sine 因此我們來畫一下圖 感受一下它的差別 它是從 0 開始積分 那 long sine 0 是負雄大 所以我們從負雄大開始畫 那會發現 當 g 到 x 等於 2分之 pi 的時候 long sine 2分之 pi 就是 long 1 那就會是 0 也就是在 x 軸上有個焦點坐標 那繼續 g 到 pi 的時候 long sine pi 就是 long 0 那就會是負雄大 所以我們就畫一個 對稱的圖形這樣子遞減下來 因此這個積分 所代表的圖形意義 就是從 0 積分到 pi 的這個圖色區域 而我們可以從圖形上看到 在 x 等於 2分之 pi 兩側的 這塊面積 是一樣的 所以一半的面積 是不是其實也等同於 從 0 積分到 2分之 pi 然後 long sine x dx 所以這個綠色底線 的積分就是題目要問的 積分了 也就是我令的 i 再來我們把前面的積分 騰下來 那就可以開始算了 我們令這個 框起來的積分 就是 i 那等號左邊 是 i 加 i 那就是 兩倍的 i 這時候把等號右邊的 i 移到左邊 所以這邊 2i 減 i 就是 i 那就會等於 接0到 2分之 pi long 2分之 1 dx 而 long 2分之 1是 常數 可以整個提出來 那剩下 積分 出來是2分之 pi 再來 long 2分之 1 其實就是負 long 2 我們就可以有答案了 負 2分之 pi long 2 這就是這個 定積分的答案 同時也讓我宣傳一下我的 Instagram chancalculus 大家記得去追蹤喔 歡迎將這道題目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挑戰一下他們的積分實力 別忘了為這部影片 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 影片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ие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